江青 播放 一到夏日不少人都會出外活動 例如去到海邊享受日光浴 而陽光當中強烈的紫外線 不單有機會曬傷皮膚 更可能會戳傷眼睛 在今晚的健康願意 我們就請來了眼科專家 和我们讲解一下眼睛狐狸 从而减低眼睛受损的机会 下日有更多人进行户外活动 令到身体暴露于日光之下 多数人都懂得查太阳油 但是眼睛就更加需要保护 有时光师指出 下日的紫外线特别强烈 眼睛长期受到照射就会受伤 造成光性降膜炎 麦丹每年都会遇到不少相关病例 他指出 为防紫外线的伤害 在户外要戴上太阳眼镜和帽 并且要多喝水 每隔一两个钟头就要走到阴下 而且不限于下日 四季都要保护好眼睛 长期忽略保护眼睛 会造成眼球结巴 长期增生会形成白内障 以及年龄相关的黄斑病变 他指出 眼部如果有急性医疗状况 可以找视光师 而有关护理是受到卑斯医疗保险的保障 持医疗卡的新移民也不例外 另外 麦丁补充 开学的日子临近 学生要预早炎眼 而确保视力正常 应付学习要求 对于年幼儿的儿童 家长就要及早发现他们的视力问题 并由专家去矫正 大家可以善用一下刚才提过关于卑斯医疗保健所提供的眼科健康服务 来到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 今晚的健康原理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到 我们下期见到